Hello大家好 今天这支视频呢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超级无敌大的生日美妆购物分享 其实呢这个美妆购物分享并不想制造成这么大这么壮观 只是因为在这之前呢 其实我有另外一个美妆购物是要分享给大家的 结果呢被自己喘哭了 那支视频呢被我自己删掉了 然后找了两天都找不回来 彻底放弃了 所以我就把上一次美妆购物我还记得买过的产品 还没有用的话我就会放到这个生日美妆购物分享里面 一起跟大家分享了 那如果是使用过的产品呢 我想跟大家做一个新品使用报告 好不好呢 如果想看的同学记得在下面告诉我听了 好了这些说完了之后呢 就要开始这一次非常大的一个购物分享了 在这之前呢去洗手间呢赶紧去洗手间啦 然后拿一杯水坐在沙发上慢慢看视频吧 因为这一次买的东西比较多 所以我就随手拿随手说了 我全部放在一个大的纸袋里面 首先第一个我看到的呢就是这个 这个呢是我之前在母亲节的时候 在Clarence买的一个这个精华 那它是叫Double Serum 这个是一个抗衰老的精华液 那它是有两边的 我买的是一个50ml的 因为之前呢一直都去试这款精华液 我觉得质感我很喜欢 我最喜欢的精华液质地呢 就是这种清爽好吸收的 很油腻的那些呢我个人不大喜欢 即使是秋冬天呢 我都不太喜欢那种质地的精华 因为我觉得吸收起来呢 是没有这一类精华吸收的好 可能是我自己的误区吧 但是我就很喜欢这种质地的精华液 当时我记得是买这个精华液呢 好像是有20%off 就是打八折 然后呢还送一个这个大礼包的 那一会儿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礼包里面有什么 这个精华液买到挺划算的 这支视频呢我都会说话比较快 因为东西实在太多了 我怕大家看着做的不耐烦了 在这个化妆包包里面呢 就有一个保湿面膜 然后是他家的一个香水 另外就是一支这个小的打亮笔 还不错 然后最后呢 这个其实是我最想要的 我当时看了这个礼包里面有它呢 我就毫不犹豫的就拿一样东西 就是他家的这个修容粉饼 然后是这种小包装的 非常方便携带 我另外还有一个小包装的 Lore Mersey的那个高光粉饼 最近像之前去奥克兰的那次旅行呢 我就是带了这个 还有Lore Mersey的那个小的高光 很赞这种包装 很可爱 而且它的包装也很精致 是这种金色的 非常实用 然后这个袋子也是送的 接下来拿到就是欧莱雅的一个单色眼影 色号是201NUTE 这一款应该很多同学都知道 那在开价时来说呢 这一款算是性价比蛮高的 在新西兰的价格呢 它会卖的稍微贵一点 如果是美国的同学呢 就会买到很便宜的价格 那这款眼影呢 就是质地质感 非常的mousse 很舒服 并且呢很容易推开 颜色也会十分均匀 接下来拿到的呢 就是这个YSL的眼部打底 包装就是长这个样子 我自己选的呢 是亚光的这一款 那Shimmer的那款 其实我自己也挺喜欢的 就是我当时试的时候也蛮漂亮 那一次呢 正好是许儿陪我一起去逛街 那个如果说你家里眼影不多 那你只是希望用它来打一个底的话呢 那一款其实不错 看上去会深 擦在眼皮上其实颜色挺OK的 即使是我这个肤色呢 用它都不会觉得太深 但是如果之后你是要上眼影 或者是上一些Shimmer的眼影呢 我自己觉得这款亚光呢 会比较适合 因为它不会阻碍你的这个颜色 像那一款呢 它本身那个眼部打底 它是戴Shimmer 戴Shimmer的话呢 如果你再用Shimmer 可能就会有一个冲突感在那里 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 这个是一号Fair In case总会有同学问我 你用的哪个色号啊 其实我是想说呢 每个人的肤色不一样 最好呢都是要靠柜去试试看 会比较好 那一天出去呢 YSL我只是想买这个眼部打底 我也试了一下 它新出的那个BASE 个人来说不是特别喜欢 它还全部卖光了 跟我说还在拍waiting list 还好我不喜欢 那另外呢有一个粉色的 拍上去可以帮你控制油分的 像粉饼的一个物体 但是那个呢 我就觉得还好不是特别吸引我 颜色很可爱 这个用法呢 我就对它有一点点小怀疑 所以我当时就买了这个 那当时正好是买眼部的任何产品呢 它就送一个这个 那它是一个这种袋子 打开之后呢 这里有三样东西 一个是这个刷子 然后这边是梳子的 这个很方便 就是如果外出旅行的话可以带 那中间呢就是一个YSL的媒钱 这边呢就是一个眼影刷 就是这种小只旅行装的 那它就是这样子 很可爱的一个包装 我当时也没有想说它会有东西送 结果误打误撞 拿了一个礼品走 买YSL眼部打底的那一天呢 我又去了Chanel的柜台看到了这个 这个是一个限量的beige的唇膏 我选择的颜色是10号 这个颜色呢真的是很可爱 很难很难不入手 我都在想要不去多收一只啊 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个颜色呢 它的颜色就是长这个样子 非常自然的一个裸色 那目测呢它就有一点点偏coral 擦在嘴唇上的那个颜色非常自然 其实我最近呢一直都在找一些裸色 就是擦上去不会像生病 反而有一种好气色 有一丁点小后悔没有多买一只 这个地方呢长了一颗小痘痘 希望你们都不要看见 不要看见 不要看见哦 我家有很多蜡烛 如果你一直有follow我的话应该知道 蜡烛呢其实烧到一定程度呢 就会冒黑烟 其实那个蜡烛心呢是需要剪的 那我就买了一个DipTip的这个剪蜡烛的剪刀 真的是很矫情的感觉 那它就是这么大一把 其实我当时没有想到这个剪刀是这么大一把 我原以为它就是小小的一个剪刀 结果它还出的蛮良心的 觉得物有所持的感觉 好大一把剪刀 那它前面呢是这样圆形 为什么呢 就是在剪的时候 那个竹心不会再掉到瓶子里面 它会用这个圆形的地方 接住那个黑色的竹心 如果我觉得这个好用的话呢 迟一点我会再收他家的一个盖蜡烛的 就是在吹熄的时候呢 不会晒一股那个很奇怪的味道出来 如果你有点蜡烛的话 你一定知道我在说什么 接下来这个其实是想在上一个美妆购物 跟大家分享的 结果那支视频呢 人为的被我清理掉了 我好恨自己 那它就是来自Mac家的这个眼影盘 其实他家的眼影盘呢 我一直都想要 就是这种DIY自己放颜色进去的 但是我一直都觉得很懒 我没有这个心机 没有这个耐心 时间去一个个放 那它之前在Nostrum呢 有一个这样子的盘 就是它帮你放好了 然后你直接买 价格也非常合理 所以我想说 都帮我弄好了 我干嘛不收一个呢 这个里面的颜色呢 基本上都是受欢迎的颜色 而且大地色 从年轻到老都可以用 所以我想说 这个盘应该是物有所值的 打开里面就是这个样子 很喜欢很满意 终于有一个这个盘了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的卖了 因为这个是我几个月前买的 如果我能找到的话 我会把购物连接也放在视频下面给大家的 接下来呢 这个也是开架式 在欧莱亚买的一个眼霜 它家的保养品 其实是开架式 我会比较喜欢的 因为用起来呢 是真的觉得有效果 之前它家的美白精华液呢 我就特别喜欢 质地质感效果 我都很满意 那这一次买的这个呢 是一个抗衰老 就是提拉的眼霜 那它前面的头呢 就是也是做那种微磁的感觉 想说试试看吧 不好意思啊 今天这个天气呢 非常无常 一下子太阳出来 一下子就躲到云里面去了 所以这支视频呢 可能会互亮 然后互暗 请大家见谅哦 接下来入的呢 就是Buy Terry的眼影笔 Buy Terry的眼影笔呢 相信如果你一直有看我的视频呢 会知道我超爱它家眼影笔 我觉得质地质感很creamy 并且呢 一天下来 对于我来说 都不会有那种分界线在眼皮上 所以我很喜欢 很持久 唯一一个缺点呢 就是价格有一点点小贵 那我这一次收的呢 是4号叫Born's Moon 这个颜色呢 就是一个比较浅的大地色 就是也是蛮实用的一个颜色 还挺漂亮的 就是我手上的这个颜色 我觉得还蛮自然 因为它是可以推开的 现在这个颜色是还没有推开 一旦推开了之后呢 那个颜色就会变得比较淡 会很好看 很赞 很喜欢大家的这个眼影笔 好了买完这一支呢 我相信我就会收手了 因为其他的颜色 我目前还没有特别喜欢的 接下来就是在Anastasia呢 补买了一支眉笔 他家的眉笔呢 是我挺爱用的 之前呢 我有看阿娇的视频 推荐另外一支 是日系开架式的 我打算试试看 突然间忘记是哪个牌子了 但是他说会比这个还要好用 一定要试一试 因为这个呢 价格会有点小贵 接下来这个呢 就是朋友送的 上一次我去奥克兰呢 跟朋友一起早晨化妆 那他就让我试一下Claire de Paul的眉笔 其实我自己对他家的眉笔 也挺感兴趣的 但是因为这边没有专柜 我也没有试色 眉笔大家也知道 如果买错颜色呢 真的是再好用的产品 都会变得不好用 所以我迟迟都没有下手 那我这个朋友呢 超级无敌nice的 听我这么一说之后呢 直接抽屉拿出来一袋 就说你拿这个用 这个颜色之前 他让我试过在眉毛上 就是很自然的颜色 甚至比Anastasia的那个颜色呢 我觉得还要适合我 所以谢谢咯 再次感谢 他会看我的视频 所以一定他能看得见 那这个包装里面呢 一个是眉心 然后一个是眉笔 就是要把眉心插进去 所以以后再买呢 我就买眉心就可以了 他家的东西买起来都比较麻烦 就是粉心跟粉盒 都是要分开买的那一种 接下来呢 这个是By Terry的 保湿散粉 没听错哦 是加强保湿的散粉 它里面是有一个保湿的成分 可以让你在使用散粉的时候呢 不会觉得太干 另外他用完之后呢 会觉得皮肤的棉滑度非常好 我之前有用一个小的sample 用了之后就觉得很喜欢 所以这一次我就买了一个大的 接下来呢 就是在Sarah Treatment家买的 两支精华液 一个是1号加强保湿的 那另外一个是3号 是加强美白 在买这两支精华液的时候 我记得是打15% off 另外呢 他还送他家身体护理油 两支 那这个呢 其实是我下了两单 1号是我先买的 其实应该是在上一个购物分享 就已经出现了 那3号是我后来入的 现在呢 就一起出现好了 那他这个身体护理油呢 一瓶是40ml 还挺大一支 挺不错的 他家的保养品据说很好用 所以忍不住也要试试看 吃一点用了觉得好呢 会跟大家再报告的 在Sanel家呢 我还买了一个保湿系列的洗面奶 那这个洗面奶呢 我是很喜欢它的香味 并且它的质地质感呢 我也挺喜欢的 就是蛮清爽的那种 不会说太滋润 所以打算试试看这个 如果平时我只是擦了防晒 或者BBCC霜的话呢 我可能就会用这个来卸妆 它是可以当卸妆的洗面奶来使用 但是如果你没有妆的话呢 其实也是可以用的 它的保湿性还不错 接下来这两样呢 是我在买货往前几个月 唯一买的两样产品 但是我觉得能拥有它们呢 我很开心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一大饼 大家传说中的一大饼 我终于收了 那我收的是四号 我还没有打开过呢 这一次跟大家一起打开看一下 这个价格真的是挺贵的 我考虑了一下才收的 那包装呢 就是挺漂亮的 打开之后呢 里面就是长这个样子 不知道能不能看见 上面有一层这个 就是长这样 它是有一点带闪的 但是我这么目测呢 就还看不见闪 11点等我用了 哇好香啊 哦这个粉饼好香啊 有一股淡淡的 像一个花香味 难怪这么贵 11点我用了的话 我也会跟大家汇报一下 我的使用心得 超开心哦 买到它 真的是吓很心才能买 另外一款再买货网收的呢 是Scoot家的腮红 它家的彩妆品 其实我也没有用过 这是我第一次使用 其实还蛮期待的 本来我是想试试看眼影的 但是因为我买了Mac家的那一款眼影 我想说暂时先收收衫吧 不要再买眼影了 那就收了一个腮红 这里有一把刷子 我就把它拿出来了 这个腮红很可爱 两个颜色 这边的这个呢 是一个粉色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淡橘色 很漂亮的颜色 很可爱 价格呢 我觉得有一点小贵 不知道值不值得呢 我会试试看 然后再跟大家说的 目前来说呢 就这么目测 我觉得这两个颜色很喜欢 然后另外这边呢 还有一个大镜子 这个色号是01号 叫桃珠色 名字还挺可爱的 接下来就是在 A Cosmetics Show的 它家的高光 这个高光呢 也是蛮出名的 但是其实我自己平时呢 会比较喜欢用粉质的高光 多过膏状的高光 所以呢 我也没有用过 想说试试看吧 那它这个高光呢 很多达人都说好用 也忍不住收一个来试试看了 就这么目测看 还蛮漂亮的 那些shimmer看上去 会比较低调 然后它有一点点是 偏粉调好像是 就那种很淡很淡的粉色 还蛮好看的 这么目测 我在袋子里面呢 又翻到另外一支 By Terry的眼影笔 这一支呢 应该是我上一次买的 然后我也丢在里面了 是6号 这个颜色呢 我都忘记是什么颜色了 哦 它是一个比较偏粉调的 也是蛮自然的 试试看 对 这个颜色也蛮自然的 就是有点像是粉棕色 那推开之后呢 会粉调比较多一点 这支也挺喜欢的 好了 现在再换一下 是6号 然后还有刚才的Born's Moon 还有5号 还有另外一个深棕色 这四支呢 是我最喜欢的 因为这个颜色呢 就是目测一看 就知道是我喜欢的颜色 之前在YouTube下面的评论里呢 有一位同学跟我分享说 SK2的CC霜很好用 因为他知道我很喜欢光泽感 他说SK2的CC霜呢 光泽感非常漂亮 让我一定要试试看 那我听了他的建议呢 就说了这个SK2的CC霜 打算试试看 那这个CC霜呢 包装还挺可爱的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包装 打开应该是有个Pump 对 它里面是有一个Pump的 还蛮可爱的这个包装 期待试试看这个效果 接下来呢 就是Mac家的一支唇膏 其实上一次 跟我分享里面呢 我还有买他家另外的两支唇膏 但是已经都用开了 我就不拿出来给大家看 他们会在之后的新品试用报告里面 跟大家再分享呢 好吗 那这一支Mac唇膏呢 是我上一次去奥克兰的时候买的 其实我是想买另外一个哑光的唇膏 但是它没货了 而且只有那家店才有的卖 其他的Mac店都没有 虽然那支美货 但是非常不甘心的我呢 在里面转了又转 试了又试呢 买了这一支 色号是叫Fanfair 它是一个很可爱的粉色 就是擦起来非常适合我的颜色 我一擦呢 朋友就说 嗯 这个好看 他觉得反而这一支呢 比我之前想要的那支哑光更适合我 那我自己看了看 也是觉得很喜欢 这个就是我的颜色 就一看感觉上面有写我的名字 所以就收了这一支 误打误撞就收了一支 还蛮适合自己的唇膏 迟一点呢 我打算做一个Mac唇膏的试色 不知道你们是否想看呢 如果想看的话 记得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听吧 在上一个美妆视频里面呢 其实还有出现之前老公送的母亲节礼物 送了一瓶周末龙的限量香水 那他选的是樱花味的 这是一个复刻版 就是长这个样子 他是有三瓶不同的香味 好像是有梅花 还有桂花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他家的香水不买还好 就是一买呢 很容易就掉到那个大坑里面 非常清新 很清爽的香味 其实我是想告诉大家 听我已经掉到这个大坑里了 非常喜欢他家的香水 谢谢老公了哦 接下来收了一些Charlotte Tilbury的彩妆 那之前呢 Tom Ford有出眼影膏的限量 我没有买 其实最受欢迎的那个颜色呢 我之前有看 但是我觉得价格有点小贵 所以我就没有收 当他卖完了之后呢 我又特别想要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感受到这种心情 就是一定想要 一定想拿到他 后来呢 看了很多的review 说Charlotte Tilbury也出眼影膏 那他家的眼影膏呢 跟Tom Ford家的质地质感 其实还蛮类似 我就收了他家三款眼影膏 他家的眼影膏系列 我自己还挺喜欢的 就是颜色都很漂亮 第一款眼影膏呢 里面是这种颜色 就是比较淡的一个金棕色 还蛮漂亮的这个颜色 这些眼影膏我都还没有用 那我试用了之后呢 也会陆续跟大家报告 我觉得不然以后 我就出一些新品使用报告吧 这样子的话呢 也可以跟大家马上汇报一下 我用了这些产品感受如何 这样子呢 大家也不会走冤枉路了 第二个颜色呢 应该是一个打底色 看上去蛮浅的 它有点像是Mac家的 Bear Study那个颜色 那个颜色其实我挺喜欢的 那我觉得这个好像 跟那个颜色还蛮类似 可以当打底用 如果你平时只是想 自然淡妆外出的话呢 直接在眼皮上用这个也可以 颜色也会很漂亮 那我不清楚它这个显色度到底如何 试过之后就会跟大家汇报一下 最后一个颜色呢 是叫Mona Lisa 好神秘的颜色 那这个颜色呢 就是最深的一个颜色了 上面呢都是带一个光泽感的 这个是这三品里面的最深的一个颜色 但我觉得这个颜色真的很好看 推开之后呢 应该会比这么目测更好看 很漂亮 很神秘的一个颜色 Shina Tilbury的彩妆呢 现在不单止Nail Portal有的买 另外一个网站呢 还是全球免费邮寄的 我会把网站也放在视频下面给大家 大家可以点击去查看一下 我觉得在他家买Shina Tilbury的彩妆品呢 是会比较划算的 而且不用转运这么麻烦 直接就寄到你家了 接下来在Shina Tilbury家呢 买的是一支唇膏 那他家的唇膏呢 我还没有试过 包装超迷人的 是我很喜欢的玫瑰金的颜色 怎么可以不拥有呢 那我买的这个呢 是一个比较偏Coral的颜色 刚才我买的Mac家那支唇膏 好像跟这个颜色有一点类似 会稍微深一点 Shina Tilbury的这一支呢 会颜色鲜艳一些 就是这种颜色的唇膏呢 是最没有抵抗力的 对于我来说 那这个颜色呢 也是很漂亮 很活泼 不知道它的滋润度如何呢 其实我最害怕的就是唇膏太干 尤其是在秋冬天 很容易就会有那种裂痕呢 干皮啊全部都反出来了 很期待试试看 它家的包装 还有里面的那个包装 我都会很喜欢 它家的这个纸盒包装 特别可爱 就是打开了之后呢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见 这里有个小星星 就是感觉超贴心的 在它家买的另外一支唇膏呢 是叫Beach Perfect 名字有一点点 呃不太适 但是这个颜色呢 还蛮漂亮 它是一个裸色 然后就这种偏粉调的裸色 这些颜色呢就是擦上去 不会像生病 而且看起来呢 还会觉得你蛮有精神 蛮有元气的感觉 妆感会比较自然 在它家我这一次 一共收了两支唇膏 打算试试看的 在Shadetubry家 买的最后一样彩妆品呢 是它家的粉饼 它是叫Airbrush Flawless Finish 那打开里面呢 就是长这个样子 很漂亮 很奢华的包装 就是看呢 都觉得很诱惑 那打开之后呢 里面就是一块粉饼 没有粉铺 没有刷子 其实这样子 是我最喜欢的 因为通常它的粉铺呢 我都不会用 刷子可能还有机会会用到 那这样子的情况呢 就是要自己自备刷子 或者是在家使用 粉质呢 就这么目测 觉得挺细致细腻的 目前我拥有的 Shadetubry彩妆品呢 还挺多 11点可能会跟大家 做一个Shadetubry的 专题视频 它家的这个包装呢 真的是忍不住再夸一夸 非常漂亮 女生嘛 都是外貌协会的 看到包装呢 就会忍不住想入手 彩妆品这里都介绍完了 那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些 其他的吧 也是跟美妆有关的 我新入了一个化妆袋 它是长这个样子 当时看见它呢 就毫不犹豫拿下了 因为我觉得它的大小 还有就是它的样子呢 我都很喜欢 很简单 这个包包就是一个白色附的 然后摸上去呢 就有一点点硬硬的感觉 这里呢就有一个大大的S 大家很奇怪我买S对不对 因为我的英文名的第一个字母是S 我的英文名不是Barbie哦 这个包包呢超级大 我之前去奥克兰的时候呢就有带这个包包 那这个里面呢我的保养品彩妆品刷子全部都能放进去 我的刷具还有保养品呢 其实是放在另外两个不同的包包里面 但是同样都可以放进这个大袋子里面 超级方便 里面的空间非常大 而且里面是这种防水的 买到这个化妆包呢我就超开心的 很漂亮放在那里 那最后一样买的呢就是 GHD的吹风机 这个吹风机呢是我之前做了功课 我之前是在挣扎三个牌子 一个是T3 一个是这个牌子 然后另外一个是Panasonic Panasonic那个呢 因为要用变压器所以我觉得有点麻烦 T3呢又觉得价位有点太高了 只是一个吹风机 我不知道到底值不值那个价钱 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 就是感觉适中 并且呢还是我喜欢的玫瑰金 真的超迷恋玫瑰金的 里面呢就是长这个样子 我这个标签 这个膜还没有撕掉 撕开了就是一个GHD的符号在这里 然后这边呢 就可以看到是这种玫瑰金的 很漂亮 我这个吹风机呢 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 其实这个是上一次美妆购物里面 应该分享的 迟一点吧 迟一点都我再用一用 再试一试 我会单独跟大家做一个GHD吹风机的使用报告 目前来说很满意 具体呢我会在那支视频里面 跟大家再说一下的 好啦这一些呢就是我生日美妆购物分享咯 希望你们看得过瘾吧 如果你们看过瘾了的话 记得在下面给我一个大大的赞咯 如果你还是新同学的话 赶紧去订阅我的视频频道吧 谢谢大家观看这支视频 那我们下一次见吧 拜拜 拜拜 拜拜